带索科学新知 体验生活科学 今天发现科学专题 带您看看这个爱泡温泉的螃蟹 乌龟怪芳蟹 它们生活的环境非常恶劣 群居在龟山岛 龟首海域 海底火山热泉到现在还在喷发呢 水温高达140度 不止高流 高热 这个区域还有明显的酸化现象 在这样的极端环境当中 乌龟怪芳蟹是如何生存的 又是如何繁衍下一代 它的身上藏有什么样的生命密码 带您深入了解 用前脚把海洋沉积物 一口一口塞进嘴里 吃得津津有味 吃到一半还跟同伴打起架来 模样超可爱 宜兰龟山岛海域 住着一种神奇的海洋生物 乌龟怪芳蟹 在宽阔的海底世界中 它哪里不待 偏偏要生活在火山泳泉附近 乌龟怪芳蟹 蟹体长最大的约50元硬币大小 乘卸背甲宽度约3公分 以被分解的生物残骸 以及海底沉积物为石 通常群聚于归首16到28公尺深的海域 为什么会有生物跑去寒流的地方 这其实是我们想要知道的 那这个乌龟怪芳蟹所存在的海域 不光是高流 那另外因为它本身也有很多的二氧化碳 从地底下被释放出来 那这个地寒释放出来的这些气体 也让这个海域变得是比较酸的 生活在龟山岛热泉核心区 龟首海域有超过30个烟囱状喷口 乌龟怪芳蟹就躲藏在喷泉周边的岩缝中 可以说是夹缝中求生存的佼佼者 不止高流高热 这个区域酸化现象也非常明显 这个海洋酸化一般来说是 所谓定义是从pH8.1降到pH7.8到7.9 那乌龟怪芳蟹生存的海域其实更酸 大约是pH6.5左右 所以其实是对于海洋生物 是一个非常酸的一个环境 选择栖息在又毒又热又酸的极端环境 乌龟怪芳蟹甚至还在此浮予下一代 到底是怎么办到的 科学家花了七年研究藏身于乌龟怪芳蟹身上的生命密码 有惊奇发现 这些细菌在它的壳表上面生存之后 乌龟怪芳蟹本身就可以去培养这些细菌 让自己使用 我们在塞的细胞里面也发现到 这些细菌会共生在塞的表皮细胞里面 变形菌门它很大 它是一个非常大的家族 那它里面会有α、β、γ、ε、ε跟Δ 那ε这一群很特别的是 它们可以利用环境当中的化学物质 然后去产生能量 附着在乌龟怪芳蟹 塞的表皮细胞里的变形菌 很大一部分跟硫的氧化代谢有关 当这些硫化物被氧化后 硫化物毒性就会变低 毒性较低的氧化硫化物就能被细菌分解 甚至进一步形成另一种氨基酸 提供细菌食用 也能提供给寄主乌龟怪芳蟹使用 达到完美的共生关系 通常一般生物是不会使用这样的物质 可是它可以 所以它就如果说它可以跟其他生物 住在一起的时候 它会使用这一类的物质 然后使用完之后代谢出来的产物呢 就会是比较不毒的东西 那对于像是乌龟怪芳蟹来讲 它们两个就可以成为伙伴 地球刚形成的时候也是充满了硫化物 充满了二氧化态 温度也非常高 可是却有些生命体从里面孕育出来 所以这个螃蟹同样它身上充满着 在演化上面非常有意义的一些生命密码 乌龟怪芳蟹身上还有很多谜团 等待科学家发掘 解开它们在极端环境的生存之道 也有助科学家了解地球生命起源的演化机制